两年前即2011年 世界先后有日本核辐射泄流事故 美国五湖区核电厂 持续发生辐射物质流入河流 整个中东地区 同年疫爆发莫里花革命 因应当时的时势发展 在2011年8月19日 石安教会召开了一次全职讲座 这次的全职讲座 录影共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第二部分的内容 已经在2011年10月2日和9日 2012荣耀盼望第87及88篇主日讯息中 率先公开播放 内容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势 美国将要成为 《弹以理书》11章里面所提及的北方王 至于当日第一部分的分享内容 两年来至今都未作公开播放 原来早在2011年以前 科学家透过基因生物工程和晶片 CHIPS技术研发出一种名为 莫吉隆斯症疾病 有称纤维病 这种疾病是共济会 Firmation一个秘密计划的关键 这个计划有称为生命树计划 就是在全球物种灭绝之前 将人类变成生命树 繁显和制造出各样的生物和物质 所以 日华牧师植传绩讲座 提醒传绩门影植辐射和纤维病的关系 以便防范辐射和纤维病的和害 另一方面 除了2011年8月19日传绩讲座 介绍过纤维病之外 在一年之后 2012年6月28日 日华牧师和资料园录影 2012荣耀拍望第130篇的时候 日华牧师当时除了介绍遥视者 Remote Viewer 全球海岸线事件 及中国鬼城的资料之外 他仍额外回答资料园有关纤维病 最新资料的提问 子恩 有关纤维病的信息 是当时未有合适播出的时机 故此 他一直未能够公开首播 因应近年共济会 急速地发展基因生物工程技术 和迪基督的阴谋 日华牧师将于全新一套主日信息里 详细分享有关内容 至于 早前两套关于纤维病的录影内容 也将于2013年12月1日及8日 一年两个星期的主日播放 至于